好,回到網台台的第二節,今天的嘉賓很開心,就是Q仔來吃粉 剛才我們節目中間就聽了,節目頭也播了一段,播了一段先播教主 剛剛Q仔講完我們就正正是我們預備的片段 這段就是講到Q仔沒有給人刊過稿,除了有一兩份之外 全部都有刊過稿 當然我們還聽到第二段,待會播給聽眾聽,很好笑 剛才都是Q仔的言論 不過教主也值得講講,因為他經常提及到現在媒體的生態 好像越來越政治審查 Q仔,你會不會覺得網台或網絡的監管都是將會發生 暫時沒有著 你說新聞學裡面的名言,No Guts No Stories 沒有打暗息,根本就沒有新聞,沒有故事 現在香港的主流傳媒,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打暗息 你不要只怪老闆,老闆不用說了 剛才現在史洛夫死了,黃永時也很尊敬 我想如果史洛夫這樣就直接尊敬 至少史洛夫就說明大家不可以伸手,不用理新聞報 完全是Rae,他叫做Rae,就是黃永時說的 我想現在香港很少傳媒會這樣,老闆我們不要計 大家都知道從90年代開始 香港很多商人都走去買傳媒的目的,擺明是報效 不用說了,連劉聯龍都買過開放了 這班人平時來講,字都不懂得多,書都不看 做什麼報紙呢?好像那次 就是某一套電影,就是諷刺 我忘了說四大毒犯,不是有名言嗎? 柳德華演唱戲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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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的,我敢说全部都是 哪有吉士呢? 有很多其实都未必一定关政治 也未必一定是国安党去积极 有些或者是地印商 而那些人自己怕事息是令人 总之多事不如少一事 那就算了 所以有时候你都不一定是政治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报纸删的稿 都知道你不是政治问题 有时候人情的关系 也不想得罪哪一个 有时候因为道德的问题 它的价值也不同 就觉得人家这样说 好像很过大火力 有时候商业的考虑 不用管官司 免得打官司 浪费钱 甚至无知也有 他以为自己是对的 乱参与人家 就觉得错了 所以你看到 其实香港的主流传媒里面 其实是你自己更好意思说 真不自主 心里不要说 你都不是做到些事情 这边就要多问一些 说多一些报纸也不要紧 都是讲媒体 全媒三大人 Q仔知不知道是全媒三大人 这个是中文来说的 但是譬如说 如果有没有吉市 最后吉市暂时 可能我们觉得 可能是苹果 那你又不会觉得 苹果 苹果现在我都觉得 都开始 不知道是肥好奶 的意思是 你不觉得 这段时间 苹果很奇怪 会找到一些无厘头的 做个头条 都完全不够 应该有些 比较关键性的 政治性的 可能 我会明白 这个肥好奶 或者苹果一向都是市人道向 他一定是 如果平时来说 他找封面 目的当然是烧纸 对 会不会很闷 但是有些题目 其实不会烧纸 你说这个 美心 108元 卖鲁鱼饭 新什么鲁鱼 人家不一样看到这个 只要买一份报纸 苹果敢做 是一件新闻 这件事 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因为苹果 近年 你发现苹果的标题 很开始往下向 这件事 在美心 卖到108元的鲁鱼饭 即是他博取你 网络去炒 是的 网络去炒得很热 但是 而带动到 但如果他这样做 我觉得他有点 真的怎么样 本没倒置 摸不住头脑 如果是动新闻 那样做就OK 因为你看动新闻的人 买份报纸看是不同的 就是 你想想 网民那些 怎差会买苹果看 他在网上看 他希望透过报纸 而带动到他的动新闻 不会的 事实上 现在的trend 肥子都看到 要不然他不用 扔钱去搞动新闻 其实报业传媒 就是后继无人 就是读者 就是新一代 基本上不看报纸 全是网上的 最多是看通新闻 或是看未来报纸 用手机看 看未来报纸 就是用手机看 用电脑看 就是用ipad 他不会浪费7元 去买一份报纸 所以你把你的取向 如果以这为主 那就是捉错录 这个设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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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不方便 用手机看 都是喜欢拿着报纸看 明白 那你看得上是舒服点 容易看点 就是老人家来说 所以如果是这样做 我会觉得是 完全是一个错误 那肯定肥兰黎也很值得说 我想看看乔姐的看法 譬如说 肥兰黎整天都想踩入 将在网络的王国或媒体王更加进一步 这个就已经是见到的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我想看乔姐 你对于她的政治方面 譬如之前 可能她觉得她是民主党或公民党的支持者 现在去到这个局势 你觉得肥兰黎会有什么做法 我觉得人其实是很复杂的 很多方面 我认识了肥兰黎也很久了 其实她在八九六四的时候 她主动去 其实她一个人都不认识 她认识那个叫左丁山 就是香薯辉 因为香薯辉也做过第一代的 所谓的merchant banker 就是认识她 通过香薯辉就认识大班 她好像是自动fax去capital 认识大班 她主动认识大班 在六四那段时间 往来很密 因为六四之后 就创办一周刊 借我们office 在我们上班三个月 后来租到汪之本的楼下 所以她又邀请第一个人 都是大分介绍她 差不多每天 我和大分差不多一个星期 面试至少吃三次饭 对她都很熟 当然阿弗奈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她也是 我想她的成功 是决定了怎么办 她是完全市场道向的 她告诉我们 为何那时佐丹奴这么成功 佐丹奴 佐丹奴是第一间零售店 引入资讯科技 你一说就明白 因为以前来说 很多人做衣服 例如印T恤 不是只会好卖的 中间就会出现很多浪费 但是那时候佐丹奴 又引入了一个概念 大家应该知道 佐丹奴历史最初是走高档 佐丹奴出的时候 找高董来买广告 就输了 肥好丽其实不是做佐丹奴 肥好丽是做工门职销厂 是负责帮她做衣服 即是铺奴衣服 是在这儿做的 接着她将它变成 其实很简单 第一就是抄Polo 便宜个Polo 便宜个Polo 便宜价 Polo买五六百元一件 它是几十元 一百元一件 第二就是 买个Color Scheme 好像Banleton 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她最成功的就是 引入资讯科技 其实她每一个小时 都会知道 哪一间店里面 哪一种颜色 最好卖 原来黑色做得好卖 然后厂就印多些黑色 这样就不会浪费 白色不行 印少一点 所以这是令她成功的方法 肥好丽的资讯很简单 她真的相信市场 Try and Error 什么都是试 她没有人知道怎么做 试 在厂误中学习 当然她会付出代价 例如她做的速箱 就输了 这件事不是每个都可以 她有一个奇怪 她也有信用 我想她做报纸一样 为什么她特意 其实肥好丽 一开班的时候 差不多请了香港的 所谓文化界 新闻教里面 那些最包含的人 但是她很快判断 知道哪里可以 哪里不行 其中一个故事 最清楚 让我看到肥好丽 那时请了她叫做王子晴 王子晴也有些 在当年来说 大概八九十年 王子晴一天写了七个专栏 和李淳珍差不多 都是红人 都叫做 专栏红人 请了她回来 一个星期 肥好丽就解释了她 但肥好丽解释了她 但肥好丽解释了她 看到肥好丽真的很会演戏 特意叫她进去 她叫她进来之前 她说这是契袋 没差用的 就是垃圾 但一进来 立即扮演哭桑的样子 很对不起 我想你感受前程的增果 那是傻佬 他很感动 选择她要赔三个月 她说你千万不要那么蠢 死人都要赔三个月 你看到她 第一她很聪明 很缺乱 但她知道哪里用得对 哪里用得对 所以后来她 请罗燦渣 就是贪罗燦 罗燦不懂写东西 罗燦不懂写东西 你知不知道 罗燦写五百字 也不懂 她是电视人 她是电视人 但她就特意要用电视人 因为她觉得 如果你请传统的人去做报纸 你最聪明 就是做一份明报 做一份星岛 明白 所以她要用一个新的概念 用电视人去做 那就有新的感觉 而且她重视的视觉 所以她是成功的 第二 我想她看到是民主 固然 我相信她 基本上的民主 就是她支持 但她同时看到民主 是一个市场 所以两种东西 所以你很客观地说 我就不会极端 就是说她就是民主 她有些信念 她自己都会相信 但她同时又有好现实 觉得如果不能卖 你说什么都没用 所以你就看到她的整个路向 就是市场主导 哪些买得 所以你只能跟她解释 我认为她的说法 她可能是针对 网民喜欢看这些 一万里万元犯 但我不是告诉她 这是错的 如果你根据自己的哲学 因为那些不是你的 论者 不会因为你做这个题目 她会买一份明报 所以我都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 不过你似乎觉得他在近年 他应该主力都应该不放在苹果日报 就是放在新闻那里 他也知道这个所谓的计则 已经是黄金时期过了 不断下跌 现在印数也不够20万 如果不是泡沫的话 你最高人就去过30万 当然不只是苹果的问题 全香港所有报纸都在跌 但问题就是 免费报纸的膨胀很快 相对来说 所以我个人分析就是 免费报纸都抢去 这也是事实上 最新的调查都告诉大家 有六成多人差不多 差一两个百分点 看传统报纸和免费报纸 都60%多 但看网上新闻的 用手机、电脑、iPad 也有50%多 所以可以看到 这也是全世界的出向 我们现在也不是要批判菲尔丽 正如我一向做节目风格 先说一件事实 你中心的风格就是你自己决定 但为什么我想问 乔仔的看法就是 正正是因为他禁市场道向 而他也知道民主 这件事曾经是一个标题 所以想看回来 现在这么混沌的局势 你会不会感觉到 肥奈菲尔丽 他怎么觉得 现在应该怎么去做新闻 或者说现在香港的政局 如果你看回来 我现在觉得 暂时可能很反昧 他也想不到 譬如你上次来说 你看看美居公团的时候 苹果很快就下答 是吧 一个很明显的 譬如今年 正宗 元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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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开始都看到这个 我不知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立层转变了 不想他这么尽 今天已经证实了 李维隆都爆料 是吧 谁叫家里建设的 不要落稿之类的 他可能都要共同现实一些 明白明白 如果他太尽 可能什么港股拿不到 生存不到 我不知是什么原因 知道 纯粹一个估计 我相信他 以他的表例 他不会完全被动 明白 他也是要生存 为什么我有兴趣 但跟上一节不跟上一节 很明显他是 champion 整个 主导 整个 全媒机器 例如五驱公 即公投 他落一搭 但现在你看到 他暂时也未见到他落一搭 为什么有兴趣 我看《蘋果》的头条 或者看《肥奥丽》 有些人 比如说 传媒香 想看他的立场 我就想看他怎么去搞 这件事 就好像你去看波 看赔率 就像乔仔所说 比如五驱公投 或者是 韩文思潮 甚至DBC事件 很快 蘋果头条 整个 开大 一倍 你觉得这家 又可以搞 又可以搞 盘子这么热 你看到还未开盘 所以就 就这样问问 嬌仔 或者这样 我问另一个男人 大班 如果在市场看法 民主这件事 我们sale了十多年 即是由《苹果日报》 大班发明了一个新名字 行公义 很联敏 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这个也不是新的方向 民主情侣当中 原来是没有公义程序的时间 是没有意思的 即是民主的选举 他不是说情侣公义 他基本上是 说真话 行公义好联敏 其实是sale 都是sale 同情约的社群 做好人 道德主义 他强调现在D100 不是一个政治平台 没有政治立场 容许有不同的声音 你这么说 相对地 大班都算是 因为我都帮他做过 他都算是liberal 以现在的老板来说 真的都会容许你 是不会揣摑你的事情 他都算是这样 甚至那次说 搞DBC 骂出陈景辉的事件 陈景辉只是投根气 我觉得他不用辞职 他继续说自己的事情 大班都出去不上 他当时很明显 不满意做电脑的方法 是介入 结果引起了一个争拗 80后 为什么要撤退 就觉得是受到冒犯 但是我也有跟他说 你其实不用走 他又不会炒你 为什么不做下去 我也同意 因为有一集我们在节目 都说过就是黄思枯事件 我们就 哇 在前面真的被这样出街 他这个是大单的风格 他一天就直接踩下来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性格 你一样可以跟他 揮火 为什么呢 始终这是他的手提 因为你自己说 要说真话 要言论自由 那就没有人跟你 相反性 就不让他说 所以他其实不会 其实他的现实声音 你都可以说他很诚实 其实大帆是没有政治立场的 本来 原因是他不敢去政治立场 你明白吗 他不是真的想搞政治的人 但是他又会被评击 为一个投机主义者 如果你一定多度会这样说 我觉得他是想有把声音 有个缺械 还有我想他是借戀去过去的影响力 但是很客观来说 其实那些影响力是没有了 不可以跟当年比 只不过现在来说 也很客观来说 因为主流传媒里面 都已经全部归了边 要和谐 所以其实也是有个市场空隙 就算有很多人 就算他不太同意大班 或者不满意他都好 都会觉得有个D18 都起碼是一个好事 起碼是声音 都叫做会披抑政府 你会说一些传媒不会说的 容许有些声音出现 挺好 我们逐个传媒的人物去说 说完肥子 大班我想多说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 自从他搞DFBCD100 其实都跟网络媒体很相关 我们其实节目都经常跟进他的东西 那说起大班 究竟他想搞台搞成什么呢 就是有几个不同的看法 我曾经就觉得就是 他作为一个商人 他好知道现在 他有一把这样的声音 或者一个网台 这件事是有影响力的 可能他未必计算到价值 但是可能他要商人的眼光 就是将来一定 这件事是重要的 就是有一支咪在里面 或者有一支声音在里面 那 但是 阿嬌仔你觉得 你跟他熟悉他 你觉得他政治上 他会不会再有点野心 即是全国他可能想 他可能想 不是全国 他应该说要做特首 但是 我就说 就算在DFBCD100 都说了 如果你真的想做特首 不是这样做法的 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真的想做特首 如果真的想做特首 现在就已经开始当一个行动去做 就是当一个运动去做 可能有的 算是Campaign 算是Campaign 就是Campaign 这个我都建议过 杨薇尔 民主派应该这样做 是 就不用跟着游戏规则 你不需要跟 就是不用跟他说什么方案 都浪费 任你什么方案都好 就是 因为现在其实 为什么现在香港的民主运动 就是现在停滞不前 就是第一 就是完全没有一个 公众好像相信的 就是领导 是 就是聚不了招 为什么去年 就是当 初初下 就是虽然完全没有战異经验 但是 我们说 占中行动里面 这么多人兴奋 觉得有得搞 就是因为 大家对那些政党 已经完全不信任 这些人都不行 有些人出来 就是其实群众 是希望 可以最好招商 力量集在一起 但是现在搞的 又差不多散了一半 就是 就是 太多因素了 就是现在不在那里 去占中行动 但是客观上来说 你同不同意 其实香港 就是支持民主的人 就是大部分群众 其实就是希望 有一个很清晰的 就是 方向 就是 如果你做到的话 聚到招 那些人就一定会归队 嗯 谁做带头 都是 都是 所以我的说法就是 如果真的 就是 泛民如果真的 搞不了 运动 其实就是 你类似 像别人 譬如你在台湾 就是 台湾的民进党 分的很久 就是 胡春攻击 但是 到咬完之后 一出来选 就很清楚 等于下一次再选 我想台湾人 已经支持 民进党 已经预备 这就是成熟的政治 就是投蔡英文 是 是 就是 在缅甸 也是 到一天 韩山素姬出来选 一定是投票的 就是现在的选择 香港也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 所有人都看到 就是如果真的说 泛民还有机会选到的 或者凝聚到的 暂时讲 只有一个人而已 就是余药美 是 余药美也是 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要打人家 但是如果 你好像韩山素姬 或者蔡英文 就是做运动 如果我站出来 我就会 我要排除万能 2017我就要选特首了 接着就是团结所有泛民 安排了所有 就是 我们在上台这边 有了影子内阁 有了政策 经济怎么办 全部都说了 喂 这个不是一个做运动的方式 就是他 我懂得鬼人跟你说 我就不差你搞 就是 我不用理你 那个方案 就是怎么搞 但是这些 你就可以聚了所有 支持民主的力量 接着在2015年 橫肆数整个区议会 总之你参与选区议会 fed chapter 这是用运动的方式 如果大军真的有兴趣去做 就算很简单也可以 譬如我真的有兴趣 又觉得自己有能力做特首 我现在出来就已经搞公民提名了 我理得你有没有这个方案 我现在出来搞公民提名 我如果签了几十万人提名 全部本身是选民来说 那对现实有没有影响 譬如现在有一个泛民的领袖 例如如药薇出来 签了三十万五十万 香港的选民公民联署 我只能跟你讨论过政线 这是国际新闻 你到时来说我进不了集 你如何跟全香港人交代 你真的选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所以我说他当然不是真的选 他只能说一下 只不过没有这个公民提名 我们不用想 不断转 如果你想一样可以 就是要做到他得 做到他得为止 他们大部份的法门 都不是有这个 决心去做这个事情 但这些就是说一个触角 我最后 我都说的人物 都要问一下Q仔 但到了那时才再说 反而他不是政治人物 但他是最有这些政治触角 无名可能知道 但想说一下温如药薇 但没办法 他根本他都不是那个出身 有时你很难怪 这个是香港先天的条件 真的搞政治人物很少 所以为何回到大阪 大阪其实是反而 如果他再年轻一点 我想他太老了 他没有那种气势 明白 我相信早十年 我相信早十年 特别是在做十点前特首的时候 他在搞这样 他就可以用那种方法去做 但现在来说他知道 他不是蠢人 因为他知道 他出来就这样做 其实也不会有这样的回响 即是不同了 那时势 从政治方面 为什么觉得大阪 他想做特首也很合理 就是他也看到余药薇 他也不是刚才Q仔 你想说那种政治人物 而又反过来 阿爺未必相信余药薇 但大阪又在谈 其实不是 我说真的 我想个个都不会相信 他一定要控制 其实你看到中共 谁做不重要 就是一个蠢蛋做也可以 他一定要控制 他现在想控制整个局面 你谁出来真的要做 其实你客观是在挑战共产党 如果你想想 你从那种角度 你挑战我 我理会你谁 我都不会相信 其实是没有人会相信 共产党是不会相信 是不会相信你的 即是属于中共的历史 是不会相信你的 而反而这是实力的问题 你有能力做到 他就催你不着 你全世界所有都是这样 即是等于韩山素姬 他不是因为坚持 当然有客观的外作条件 美国佬会支持他 美国佬就要和勉担有交换 你要放韩山素姬出来 那我才解除经济制裁 那你勉担迫这个独裁 都要同意的 即是不解 明白 你和中国链都是一样 如果你没有力量 我是中国 我都不骚你 是否有人骗你 我踩你都傻了 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说 大班呢 就是想揣摩一下 他搞这些100个方向 好 继续 他有些网络媒体的领导人 就问了 讲完大班 都不得不提 十年了 另一个名嘴 翁敏都想轻轻问问你 翁敏都在网台界 有这样的发展 去到这一刻 即是叫低调一点点去搞一个 即是低规模地搞一个网台 然后加他一个普通政治学院 即是你评评一下他 即是他的政治影响力 或者他再之后 我想都 都已经是过了高峰了 我想他自己都知道 他自己都会同意 我想最高峰就是搞社民年的时候 五居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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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分裂 其实是可以创回事业的 我想已经过了 做不到 我自己都知道 有没有机会将他的光环继续续 我们都说 政治能量 可不可以传给另一个人 这不是说传的 除了个人 本身有一定的质素 有这样的能力 第二是有时势的问题 现在的时势都不同了 明白了 现在是难以容纳一个领袖人物 现在很简单 你想想 欧文文章也好 大班也好 初挖礼的时候 当然是因为1997的问题 由隆门阵开始 扮演一个民间的批评力量 那时候就是一样 我们的计划运动是这样的 民间需要聚焦 需要一些领袖的人物 其实在世世做英雄 当然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本身的质素 不是每个人做了大班 不是每个人做了大班 但是客观时期里的群众 是需要他们做的代言人 但是你去到今天来说 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 迫到所有的传媒都要跟着 你想想 以前来说 为什么风波的筹盘这么行 就是那些记者每天都听着风波的筹盘 然后跟着他们做新闻 差不多 现在是听网台 现在来说不会 现在来说不会 当然 中共已经做了很多功夫 差不多 所有的传媒都已经修复了 所以你看到 不要说 我想要聪明 就是中共 你想想 你初初 其实很多这些力量 是主流传媒有份做出来的 譬如你初初八十出来 那传媒就是吹捧 所以反高铁 就是蔡仁川 但是很快就知道 原来你真的有正义的心 他不再骚你了 接着到这个 现在很快就不会 华文思潮 他不会给你机会 冷处理 现在情况不同了 现在你要再说 震给一呼 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你集合了所有 反对派的力量 都只是勉强可以做到 但是很明显 反对派自己都四分五裂 那怎么办 其实是很难搞的 OK OK 再去到最后一位 就是蕭先生很想看你 问你意见 蕭先生也认识了很久 他的网台 你现在有没有留意 或者有没有叫你 不好意思 我没有听过 我真的没有听 因为 他新的文明台 我真的没有听过 OK OK 我也觉得 蕭先生也是过了 其实已经是 人网上就是最巅峰 就是和中文合作 我想是最巅峰 就是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嗯 就是 现在应该 就是其中一把声音 就是过了 不是 刚才那几位 其实都是 有些网友 如果请了Q仔 就问你 那也要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这个 新起的 名声 HKTV 王维基 是的 王维基 也好 这个是我想说的 最后一个人物 不知道 他们会拯救 那也要拭目以待 王维基 你看到这次 这件事件 第一 他真的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好像表面看 以为 真的没了到 我想 其实他也有一定的 网上的关系 到现在这场 都还没完 还有一点反复 我刚才就网上了关子 今天 毛明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就是 刚才Q仔你想说 能够将那种议题 变成社会运动 就反而不是 首先 所上述 由王维基之前 那些政治人物 反而就是王维基 他懂得 刚才Q仔你想说 他没有那个东西 他就争取 很清晰的 他就要个牌 他就要整个免费电视牌 没有了 不要緊 纵然他现在找到 另一个出路 但那些市民 仍然支持他 会支持他的 是的 所以这个人物 都是 可能是新兴的 我觉得现在 其实他不一定是搞政治 我相信他不是搞政治 但是他懂的 他懂的 我想香港的人 是会尊重 其实不一定是讲政治 香港人是要尊重 就是 你其实每一个人 你真的有心去做一件事 辞之以恒 去坚持 我想那些人是会尊重你 嗯 他又会去支持 香港 香港人 就是搞政治 搞政治的人 就是来说 其实 群众看不到这些质素 所以就是一盆赞沙 是吧 就是没有人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 不管他哪个都好 就是这么沉重 去做 人家又要支持他 就是 等于上半年 就是 戴绕廷也是 是 也不然你解释不到 为什么七日游行 里面 这样的投入 人家都知道 戴绕廷不是搞政治 但是人家就是 因为觉得他是 就是他很沉重 去做 就是做这件事 嗯 韩文思潮一样 就是黄之锋 是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 你其实做什么都好 就是不只是说政治 就是你一定要 就是 骗不到人的 就是 你每个人做事 你是不是真的 放了心下去 是不是 就是不只是你说的口号 就是人家就觉得 就是 因为香港不是蠢人 香港人 香港不是蠢人 都很清楚 究竟谁真的做事 谁不是真的做事 谁真是真心 谁不是真心 人家看到的 很客观的 不需要你自己 自我吹是没用的 另一方面想问问 因为HKTV开台 其实在我们看来 是一个网络 主要靠网络 传播的一个媒体 其实你也做网台 我们也做网台 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主要是一个 叫声音传播 影响就有些不同 可能有一些有视像 例如好像 买Radio 买门台 或者 其实你们的台 都没有视像 但是对你来说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挑战会是怎样 或者会不会 其实因为 我不是很想要 但我看 黄世宅的文章 其实他现在 就是用这个 所谓网上电视 或者流动电视 就是再加什么 盒子 因为以前出这个牌的时候 那些技术水平价是很低的 现在用最新的技术水平 我说是否用多少 要升级呢 升级之后 跟他早前 如果给免费电视牌 基本上是没有分别 因为免费电牌 其实都不是大电波 都是用个机顶盒 来做的 所以变成他一样 将来在家里面 设置好之后 一样好像开电视 就看到了 变成他有个优势 又有网上电视 又有流动视 再加上家里的电视 其实我也觉得 以前的传媒 可能会分得很清楚 认质传媒幻想 传媒声音云声音 电视云电视 但现在来说 因为那些科技的关系 变成了一个中文性的发展 所谓的多媒体 其实应该遥遥结合 我都不太明白 我想是人网开始 现在大阪欧欧文欧欧 因为我全部都有视障 视障 他们有个说法 就是视障 等到Youtube 变成有多人热 因为我宣传以后 又可以 又赚钱 也有些广告费用的收入 但始终 其实听心机和看电视 都是不同的 绝对 因为 我都很难想像 不是个人这么有空 抬着相机 看着画面 因为你听相机 有个好处 有时的士佬 我和他聊过 的士佬现在都流行了 听网台 就是因为 他告诉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平时开心机 第一 就不一定自己喜欢听这些节目 第二 就是 有些乘客 不喜欢开心机 投诉你 第三 就是如果你说这些 譬如说正义时事 有时 你 就这么快去听 就听不明白 你又不能够回答 他说如果下车有好处 就是喜欢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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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数码广播放 到最后都是在这里 万佛潮中 都是在手机里 所以到最后 其实都是内容最重要的 人家是想听你 或者想看你说些什么 当然 事与听都是有分别的 譬如你 很明显的卖点 就是那些剧集 也有一个很大的卖点 你这些 其他就不会和他竞争到 你做网台 不会有这么多动作 他变成一个反应的对手 就是会威力到无线 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说 是一些清谈或是时的节目里面 我就不觉得 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主要是 比较多的是 他那个再看 明白 多的是再看 那你想想 不是 因为他是免费的 我们这样说 你是收费 我们也是收费 那收费永远都有限制 那他的影响会大一点 这个 亦都是 可能会是 等于以前的人 始终 或者现在很多些 政客也好 政客也好 始终还支持主要传媒 就是因为 主要传媒 就是 免费 叫做免费 和接触免费 就是他们相信 会大一点 影响会大一点 但是是不是真的 都很难 很难 只不过是 visible 就是你想想 主要传媒 或者上这个报纸 就是你会看到 网上的 你就未必看到 嗯 但是影响力 是不是一定是 大了一个网上 又不一定 我觉得 是吧 又不一定 因为网上的影响 你看不到 因为其实我们 都会关注一下 王维基 例如HKTV 成为一个 网上的电视台 或者有一些 的清谈节目 其实对我们 例如我们这些台 比较小 其实觉得的影响会 怎样呢 如果港资源 人力物力一定不够 他 或者人家请的 你比较好 阿嬌仔 你比较出名的名罪 但是 好像我们 其实几个人 都不是一些 很出名的人 明不经存 如果作为一个生存 我们不是说 要求赚钱 就是租金 可以 够回租金 的网台 可以何去何从 你会有什么建议 或者看法 我现在觉得 就是 是不是现在 网台 不需要做太多 节目 因为很多网台 都做太多 节目 事实上 就算 人网最传诚时期 都不会过节目 都很多人听 当然 到现在来说 亦都更加 不行 人网一定多人听 迷迷一定多人听 是 我这些人都会听 其实都是最早几个节目 因为最重要 不是好听或者不好听 而是 时间的问题 你想像一下 一个人 都不要说收费 或者不收费 就是 付钱不付钱 当然 如果连付钱 别人都肯听 当然 有一个价值的存在 因为最重要 我都说 供应根本是无限的 因为现在搞网台很简单 人都可以 只能做到 但是 受众的时间 唯一的问题 是受众的时间 我不管 你付钱 或者不付钱 你想想 所以客观上 所有媒体是互相竞争 正在竞争 我现在在听网台的时候 晚上我可能看不到电视 或者没时间去看书 或者看雜誌 或者看报纸 所以其实是互相竞争 现在甚至 譬如 你现在搞 网上的 新闻传媒 都越来越流行 譬如 邮请缘那些都是收钱 对 是 所以变成不是 多 就是收不收钱的问题 最重要是 人家觉得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 他肯花时间去听 最重要是 他肯用时间去听 否则你也没用 明白 我根本听不完 看不完 你说香港没有传媒 大部分传媒 他电视团了很多 但不是每个电视 节目人都看 不是每个都看 所以到最后 都是内容的问题 这次就 和我问一下Q仔 给大家看 看